小孩是主,重機同好,甚至是航空迷 要與共同興趣的網友交流資訊的時候 許多人會上PPT論壇,加入Facebook社團討論 現在LINE也要搶吃這塊市場 繼日本、韓國、泰國、印尼市場之後 LINE宣布將在台灣新增LINE社群的功能 最多可以支援5000人的群聊 那究竟社群跟大家熟悉的群組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背後有哪些商機跟玩法呢?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一探究竟吧 交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帶你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是安迪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5月7號 由高晉元所撰寫並且刊登在數位時代的文章 LINE社群這個功能在去年LINE Conference 2019年度大會中首度亮相 但很多人都會問說LINE社群這個新功能跟原先的群組功能有什麼不一樣呢? 那其實LINE社群是一個公開的網路條件室 它可以讓用戶在LINE中建立以共同興趣為基礎的工作模式 針對特定的主題進行交流討論、共享專業領域、資訊跟一般的群組來護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 對飛機里程有興趣的人可以建立一個里程討論社群 讓相同興趣的人能夠交流資訊 不過很多人可能也會再問一個問題 那坊間有這麼多類似的軟體可以進行相同的功能 為什麼非要LINE社群不可呢? 那對於用戶以及管理者來說有什麼樣的益處呢? 加入不同社群的時候可以更換不同個人檔案的名稱、照片 不用擔心加入成員複雜的社群、曝露真實的帳號身份 此外加入社群之後可以看到先前的對話內容 不必擔心加入後漏掉任何重要的資訊 同時LINE社群最多支援5000人的即時群聊 打破LINE群組只有500人的限制 那對於社群管理者來說 可以將社群設為公開、輸入參加密碼 或者是管理員核准三種的加入方式 比較特別的是輸入參加密碼 管理者可以預先設定一組密碼或者是問答 只要回答正確,用戶就可以加入群組 LINE社群的入口會出現在LINE的主頁當中 所以你就不需要額外下載其他的App 省下手機的使用容量 在進入社群首頁之後 可以瀏覽各式的主題社群 而且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加入 那入口除了主頁以外 另外一個入口則有收納在聊天頁面的右上角的選單中 非常容易被發現 不過令人好奇的是 LINE社群功能除了滿足更多的用戶需求之外 是否也看見其他市場上有更好的機會跟商機呢? 在去年的Facebook開發者大會的F8中 提到了一大重點 就是Facebook不再將News Feed動態消息為核心 而是聚焦在 Group、社團或是Event活動中 因此LINE也朝向這個方向來前進 LINE資深執行董事道遠雅游美曾經分享他的觀察 之所以會開發LINE社群功能 主要是發現近年群組功能的使用者日趨活躍 每個人都擁有一大堆的工作、朋友、興趣、各種不同的目的取向的群組 不過有許多缺點,像是新加入的成員看不到先前的對話記錄 以及每個群組的身份都不一樣 加入群組之後除了必須重新介紹或是必須修改名稱 相當的麻煩 而且邀請加入群組的形式也比較單一 管理性也比較不足 更神奇的是LINE社群 除了把群組過往的缺失補上 還能發展出進階的玩法 像是可以結合音樂會、運動賽事等等的線下活動 掃描QR Code之後 用戶回答問題就能加入群組 在裡面討論的賽事狀況、分享賽事截圖 或者是更新音樂技活動等等的資訊 讓線上群組的功能與線下社群交流融合 透過一個APP既然能包下所有的事情 既然連音樂會都能線上參與 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功能 在這裡也偷偷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LINE社群功能將在2020年的下半年正式推出 透過申請體驗建立社群的管理員功能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樣 躍躍欲試期待這個功能的到來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LINE的卓越實在令人刮目相看 我們把時間軸拉到前幾年來看 LINE積極發展金融、電商、旅遊、票券、新聞等等的服務 那現在在推出LINE社群的功能 其實並不難看出成為台灣超級APP的野心 而LINE在台灣市場的優勢是擁有兩千一百萬用戶的高滲透率 因此是不是能夠成為PTT、Facebook之後 台灣新的社群勢力呢? 那就要看用戶買不奶蛋了 社群的目的在於交流、打造良好的互動與正向的循環 讓用戶與管理者在這個水池中彼此激盪共同創造更多的美好 所以維持互動秩序、杜絕霸凌以及不斷的言論 更是每個人需要起來經營的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最後讓我們善用社群不當酸民 立即成為網軍 在社群中發揮獨特的魅力跟影響力吧 也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焦了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掰掰